我们感受到每天都很忙 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功课很多 还有很多课后社团 补习 才艺班 安清班 补习班 加上还会额外出作业 搞得每天都好累 压力好大 请问你每天都几点回家 我每天都要十点回家 通常是七点半回家 但是如果功课太多的话 我会九点半个十点半三回家 请问你每天平均写作业写多久 每天平均通常是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父母有出奖励那些的话 要写到三个小时 对不对 我再次需要依照三个小时完成后课 请问你有参加哪些才艺课程 补习与社团活动 我们有参加英文课教 音乐课 书法课 奏文课 英文课 浮习班 篮球队 乐队放球 还有大品情课 我上个英文 数学 维极桌球 钢琴和绝试 问你每天几点睡觉 我们每天晚上十一点三个小时 我们每天都十一点或十二点 我们有一小时 我有三十分钟 啊 我只有十分钟 房路时间有七小时三十小 整房时间有三小时 这是我的作息时间表 我星期一的房路时间是三小时五十分钟 我的自由时间很少 只有五分钟而已 希望家长和老师能体会我们的感受 给我们更多选择活动的机会 我们也能通过时间管理的方式 让自己有多一点空白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决定使用番茄中饮 三十分钟一个循环 每做二十五分钟 就休息五分钟 让我更容易在时间内玩的事情 创造不分心环境 保持桌面干净整齐 特别是收起手机 更可以提升作业效率 第一个目标是先固定哪些要做 第二个目标是决定先放进去 第三个目标就是先使用台湾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